2003年6月5日,南冲市高考试卷被盗,这也是建国之后第一次高考试卷被盗事件。监管人员发现这一情况之后,震惊不已,立即向公安局报警,在经过层层上报之后,竟直接惊动了中央重视。 令人没想到的是,在经过仔细调查之后,公安人员发现盗走试卷的人居然是一名19岁的年轻人,也正是因为他盗取高考试卷。 这一年,高考全国卷启用备用试卷,难度骤增,630万高考学生的命运几乎被改写。 那么,这个年轻人是谁?他又为何盗取试卷?警方又是如何侦破的呢?这个年轻人的最终结局又是如何呢? 接下来,我们就来说说2003年高考试卷被盗案。 在这之前,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动动您的手指头,点赞加关注,给我一个知识,也方便您接收到最新内容。 我们都知道,在我国,高考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国家都至关重要,相应的高考试卷的机密性,甚至堪比国家机密。 每年的高考试卷都是由国家武装人员来押送的,并且会有专门的武装人员随行保护, 就是为了防止那些企图盗取试卷的人。 然而,百名一书,还是遭到了有心之人的盗取。 2003年6月5日,四川省南冲市南部县就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。 当天下午,寻考领导小组负责人杨孙富,依照往年惯例,前往各个县招办,检查高考前期安全准备工作。 当他来到南冲县招办专用保密室门前,看到门上粘贴完毫无损的封条时,对工作人员表示将封条撕开,要进去看一看的要求。 然而,就在打开保密室门的那一刻,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 屋内的东西显然有人动过,一定是有人进来过。 杨孙富意识到,试卷很有可能被盗了,于是他当即让人封锁现场,马上报警。 很快,南部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来到了现场,经过现场勘察,确认试卷被盗,存放高考试卷的柜子被撬开。 高考试卷中的语文卷、数学卷和英语卷等各被盗走了一份。 果然,杨孙富的猜测是对的,一瞬间,他感到一颗大石头压在心里,沉重无比。 与此同时,公安局局长张其伟也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,他立即将此事向上汇报,令人没想到的是,该事件竟直接惊动了中央。 与此同时,张其伟也接到了一个电话,要求他直接将案件禁度,汇报给公安部部长助理,他感到压力倍增。 他明白,当务之急,是全国高考是否能如期进行,因为如果不能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 当天晚上直到深夜,张其伟、杨孙富等人展开第一次案情分析会,目的是为了判断是否会影响高考的如期进行。 根据现场的勘察,保密室的木门和防盗门门锁都完好无损,门上的封条也没有动过的痕迹。 这说明,犯罪嫌疑人不是从防门进入的,相应的勘察人员发现,窗户上有一根钢筋栅栏,有明显的变形痕迹,而且还有很多凌乱的脚印,并且是同一种花纹。 所以,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从窗户进入的,并且实施盗窃试卷的只有一个人。 另外,警方还发现,存放在保密室的执教师资,以及对口高职试卷都没有失窃。 这说明,犯罪嫌疑人的目标就是全国高考试卷。 目前为止,试卷并没有从网上有流传出去的消息,也没有试题发布。 整个南部县也没有打印场所发现试卷和试题等,也就是说,试卷并没有流传出去,说明此人不是为了变卖试卷。 综合以上的调查分析,警方分析,犯罪嫌疑人应该和高考有密切关系或是直接关系,也就是说,并不是以破坏或是盈利为目的。 分析会结束之后,当晚,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岳德松在听取了警方分析之后,表示赞同这一看法, 并在6月7日确定全国高考如期举行,并且启动全国备用试卷考试。 也正是因此,当年的高考难度异常,令很多考生走出考场时痛哭流涕,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考生的命运几乎被改写。 对于警方来说,现在第一大事解决,张其伟他们的任务并不轻松,因为接下来的当务之急,就是尽快找出盗取试卷的人。 为此,中央还指派专机,将刑侦局副局长傅政华,刑侦专家堪称中国版福尔摩斯的吴国庆, 以及痕迹专家班茂森,送到成都机场参与破案,正所谓有大神的加入如有神助。 由于当时这一案件被定为绝密案件,所以首先并没有对学生展开调查, 而是将参与试卷运输的人员和相关知情人员,以及居住在教育局宿舍人员,还有教育局门卫、电工, 甚至是案发当天以及前一天在教育厅门口停留的出租车司机等等,进行极其详细的调查和问询。 与此同时,对现场也进行了扩大和深入勘查,果然两者结合,效果显著,犯罪嫌疑人也逐渐清晰。 那么,盗取高考试卷的人是如何进入教育局的呢? 按理来说,教育厅一般都由门卫把守,警方根据询问门卫工作时间,大致分析出了他作案时间, 门卫一般都是凌晨五点多开门,之后进出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。 所以,嫌疑人应该是趁人不备离开的,而白天作案肯定不行,此人多半会选择晚上, 而前半夜一般会有人加班,再加上办公楼后面就是家属院, 所以,即使刚到晚上,也会有人活动,所以警方判断,此人作案时间不会早于晚上十二点。 在案发现场的那栋办公楼里,警方在底层杂物间又发现了竹梯, 又被搬出去的痕迹,并在大楼西侧二楼阳台找到了行动痕迹, 以及办公楼顶楼六楼也有大量凌乱的脚印。 这样一来,警方就能模拟出嫌疑人的作案行动路线。 6月5日凌晨时分,犯罪嫌疑人进入教育局大院后,并没有直接闯入保密室。 这个人非常聪明,而是先从杂物间搬出梯子, 从大楼西侧二楼的阳台翻进办公楼,然后跑到六楼, 似乎是为了观察对面家属宿舍的活动情况。 在确认安全之后,又找到大楼电源开关, 因为他认为保密室存放着高考试卷,应该会有报警装置, 所以将其破坏。 做完这一切之后,嫌疑人便顺着消防楼梯返回大楼西侧, 然后通过梯子再次回到地面, 做完这一切准备工作, 然后嫌疑人才真正实施盗窃试卷的行动。 这个人将梯子放到保密室窗下, 使用带来的钳子企图加断钢机栅栏, 但是并没有成功。 于是嫌疑人将栅栏用力拉开一定距离, 顺利翻窗入室, 而栅栏上的钳子夹痕以及手印都印证了这些。 之后,他用刀撬开了七个柜子, 用力气划开试卷带, 盗走试卷之后, 又从窗户返回了地面, 并且还将栅栏尽力恢复, 避免被人发现, 或是延迟被人发现的时间。 通过这些线索, 也进一步确定了嫌疑人的体征刻画, 此人是一个体态偏瘦, 且体格还算不错的人, 留下的脚印判断为27码运动鞋, 并且判断此人身高在170到176厘米之间, 且作案年龄在18到28岁之间, 尤其是在保密室发现的一个细节, 至关重要, 在撬开的抽屉里, 放置一叠高考答题卡被动过, 但是嫌疑人并没有带走, 为什么此人不带走答题卡呢? 如果拿走答题卡, 填好拿到考场上偷梁换柱, 不是更能确保得高分吗? 但这个人似乎非常清楚, 这样做风险更大, 一张答题卡毕竟那么大, 万一被考官发现, 那一切就像前功尽弃, 这就说明此人对高考的情况十分了解, 与此同时, 高考也在调查期间如期进行, 并在6月9日, 全国高考顺利结束, 这也让全体案件调查人员也稍微放松了下, 至少头等大事顺利结束了, 而对学生的调查也随之展开, 那么问题来了, 尽管是南部县, 但是参加高考的人也不少, 怎样确定嫌疑人呢? 这其中, 指纹就显得至关重要, 通过与现场获取的指纹对比只要一致, 那么嫌疑人就可以锁定, 6月12日这一天显得尤为重要, 因为在公布高考分数前, 考生需要回学校填报志愿, 正是这一天, 警方抓住机会, 向各个学校下达秘密通知, 要将参加高考学生的身高, 体重, 年龄等各项情况纳入信息当中, 甚至是高考前全市模拟考试的成绩, 也要了解清楚, 很快, 当全市学生的指纹资料放在警方面前时, 大家既紧张又期待,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, 但是大家相信痕迹专家班茂森等人的能力, 于是在不间断的流水作业排查, 19日这天晚上, 终于确定了嫌疑人, 杨博, 19岁, 身高176厘米, 体态偏瘦, 南部中学高三文科班学生, 家住南部县某村, 父母都是农民, 并且指纹百分百确定, 就是此人, 确定犯罪嫌疑人之后, 警方立即实施逮捕, 6月20日凌晨2点多, 杨博被成功逮捕, 在审问期间, 杨博也承认了, 自己就是盗取高考试卷的凶手, 当审讯人员询问他, 为何盗取试卷时, 杨博清晰地记得, 对高考丧失信心, 是在4月下旬, 当时全市的一二三次模拟考试, 他考得都不理想, 杨博发挥失常了, 这让他开始担心高考会出现失误, 因为他的理想是从政, 如果自己高考失误, 那他的理想也就难以实现了, 而且在学校, 他的成绩一直都十分优异, 是大家眼中的学霸, 老师十分看好他, 父母对他更是寄予厚望, 但周围人对他的高期望, 让他感到有些许压力, 尤其是接二连三的考试失利, 他开始焦虑, 并且压力也随之加大, 他觉得自己与名牌大学无缘, 心里的焦虑也越来越严重, 甚至无心复习, 于是他思来想去, 盗取高考试卷的想法, 就从他的心中滋生出来, 并最终付诸了行动, 6月5日凌晨一点, 他带着自己准备的钳子和铅笔刀, 来到了教育局, 过程与警方分析基本吻合, 盗取试卷之后, 他就回到家睡觉了, 之后他将试卷答案一一记了下来, 当他得知警方正在调查高考试卷丢失案件时, 他慌了, 他没想到警方这么快, 而且他想到高考试卷, 已经换掉了, 手里倒来的试卷自然也就没用了, 于是他赶紧在卫生间将试卷烧掉, 到了高考那天, 他去考试, 发现果然考卷已经变了, 自己背的答案已然是没有用了, 尤其是数学, 异常的难, 那一年的高考, 原本许多可以考一个不错成绩的学生, 也因为考卷难度的增加, 让很多考生失利, 可以说是改变了很多考生的命运, 但尽管如此, 杨博还是考出了515分的成绩, 超出一本录取线几十分, 他的理想是有机会实现的, 只可惜, 现在的他连大学也上不了了, 更别说理想了, 知道自己成绩的杨博, 悔恨不已, 痛哭流涕, 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, 8月25日, 南部县人民法院, 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, 判处杨博有期徒刑7年, 而再出来的他, 由于人生留有暗底, 再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, 只能找一些灵工挣钱养家, 其实, 杨博原本可以考取一个好的大学,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, 一方面, 是他自身没有及时寻求帮助, 解决心理的压力和焦虑, 一方面, 父母和老师只注重于他的成绩, 却忽视了他的心理问题, 这也是以往普遍现象, 当我们出现, 自身已经难以解决的心理压力和问题时, 一定要及时寻求周围人, 比如父母、 好朋友、 老师的帮助, 因为我们做任何事, 最首要的前提, 就是一个健康的自己, 而不是压抑在心里, 最终像杨博一样, 走上极端的人生, 最终只会毁掉自己的一生。